再來我們已經有公倍數跟最小公倍數的概念之後 我們要進一步來探討 負值的情況跟兩個數分別是因數跟倍數之間的關係 會發展成什麼樣的情況 我們來探討一下 第一個如果AB是自然數AB是負值的話 請問AB的最大公因數就是我們之前已經討論過 最大公因數就是1 那他們的最小公倍數就是兩個數相成 我們舉一個例子來講 我們一樣取兩個數負值我們就取7-11 還是一樣去7-11買一個負值的花生或者負值的啤酒 第一個我們就抓7跟11 7跟11因為7本身只有1跟7當因數 11只有1跟11當因數 只有1是唯一的公因數 那唯一就是最大的 所以這個就寫1 這是很簡單的 那再來我們在探討他們的倍數的時候 7跟11的倍數怎麼辦 7的倍數很簡單 7的話就是7 再來呢7-2-14 一直點點點點點下去 再來有11有22 永遠都不會碰到相等 為什麼呢 因為這兩個數是負值的 你要負值的情況之下 只會碰到什麼情況才會相等呢 我們可以慢慢的做下去 7-1-14 7-1-2-14 7-3-21 7-4-28 28 7-5-3-15 永遠都不會相等 但是唯一有一個相等的情況就是 把它們兩個相乘 它們兩個相乘之後 這裡會出現一個叫77 這裡會出現一個叫做77 因為這個7去乘上11是77 11去乘上7也是77 只有7跟11相乘 它們才會有機會產生這個數字 叫做77 77就是它們的最小公倍數 永遠不會再碰到了 這裡面絕對不會有它們的倍數了 公倍數 所以這個就是它們的最小公倍數 所以呢我們在這裡就說明一個 當7跟11在一起的時候呢 它們的最小公倍數就是77 如果不幸運的話 我們再來看2跟3 2跟3這兩個數本身也是物質 那2有哪些倍數呢 就是2 2本身就是24680 那32本身呢 就是3 31332得6 一樣 再來9再寫 沒關係12再寫 好那你看 唯一的倍數就是這個6字 那6是不是就是2乘3 所以呢我們已經第一點很清楚的收明了 只要AB是自然數 AB兩個數本身負值 7跟11的最大公倍數就是1 7跟11的最小公倍數就是77 那77它還有什麼倍數呢 就用77去乘就可以了 77乘以1乘以2乘以3乘以4乘以5 一直乘以到你想要的數字 都是它們的公倍數 那以2來3的話也是一樣可以得證 我想這個就是所謂第一個部分的介紹 所以我們再來看第二個 第二個的部分呢 我們要討論就是 當AB是自然數也就是正整數的情況之下 A是B的因素 那麼AB的最小公倍數就是B 那同樣的道理我們以舉8跟16 那我們也8跟16 我們也是複習一下它們所謂的最小公倍數 最大公倍數 然後再來就是40 再來就是48 那16的話第一個就是16了 所以基本上來講 如果今天它們兩個是互為因素配數的話 很簡單 它們的最小公倍數就是16 所以我這裡做了一個結論 如果今天有兩個數字 A是B的因素的情況之下 我這裡就要說明了 8是16的因素 16是8的倍數 不管你換作什麼數字都一樣 你只要是問最小的公倍數 就是長大的 大的就是它的最小公倍數 那如果是問最大公倍數呢 8是16的因素 16是8的倍數 那麼最大公倍數就是8 所以這一集我們就是選16 我想這個就是以上非常簡單的一個 基本概念的一個描述 希望同學在這裡得到很多的收穫 DV2 2 27 4 2 3 2 4 1